妹妹睡过天开宴啦 妹妹 我们要喝果汁了 我喜欢黄色 给我做一杯全是黄色食物的饮料 没问题 黄色食物 有啦 黄桃我放 香蕉我放 窝罗我放 最后再放入芒果 榨汁及搅拌 完成 哇 好漂亮的杯子啊 你的黄色饮料做好了 谢谢你妹妹 要是好喝的话 下次我还会来的 再见 妹妹 快给我们也做一杯 乐乐 是我先说的 我先做 是我 乐乐先来的 我先给乐乐做吧 妹妹 我要一杯跟我一样全是绿色食物的饮料 没问题 乐乐要绿色的食物 西瓜我放 苹果我放 鱼桃我放 还有哪些绿色的食物呢 有啦 葡萄和菇油果我放 搅拌机搅拌 完成 绿色好好看啊 妹妹 妹妹 这是我的果果壁 给你 妹妹 快点 我都等了好久了 大龙 你想要什么样子的饮料呢 我想要跟我火龙果一样颜色的果汁饮料 没问题 红色的水果 火龙果我放 然后没我放 红色的水果还要哪些呢 猫猫 妹妹再给大龙制作红色饮料 我们帮她加点料 老大 加什么啊 这些全放进去 知道了 老大 算了 就这些吧 搅拌机搅拌 哇 终于好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尝尝了 啊 好辣 怎么这么辣 奇怪 我没有放别的水果啊 这东西怎么这么刺激啊 老大 都怪你要我去放辣子了 好啊你呆子 赶快请我来吧 我哪知道洋葱怎么辣 好大一股洋葱味啊 原来是被放进了洋葱 肯定又是那两只虫子搞的鬼 可是洋葱怎么会让我止不住的流眼泪啊 洋葱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物质叫做饼铜酸 当我们接触到洋葱的时候 这个饼铜酸就会释放出来 这个饼铜酸在空气中遇到了水分 变成了一种叫做硫酸的东西 硫酸很强烈 会刺激我们的眼睛 还有一种叫做蜡素的东西 也会让我们流眼泪哦 它会刺激我们眼睛的神经 所以当我们接触洋葱的时候 这些刺激物就会进入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感到不舒服 好啊 牛牛妈妈 你们太过分了 小朋友们 你们现在明白 洋葱为什么会让我们不停流泪吗 关注我 学习更多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